在中国唠了几个亿后 黄志烈反手跑回韩国 警告所有人 中国的空气真的很不好 站在机场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 这番降制发言由黄志烈在一档韩宗里亲口所说 当天黄志烈自称有位前辈知道他要去中国录节目后 特意跑过来提醒他 中国的空气和水质量都不好 你去了可能会水土不服 黄志烈事后特意强调他感受了一遍 发现中国的空气和水质量是真的不好 但是无所谓 因为他的体制可以适应这个环境 果不其然 黄志烈的这番言论迅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公分 或许你会想说他只是说了实话 中国人未免也太小气了 那我告诉你 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气的点 并非是黄志烈说了中国不好的地方 而是中国让黄志烈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让他拿到了比韩国多好几倍的工资 小到工作人员大到当红歌星都对他非常好 可他却反过头来吐槽对他有恩的人 这样的行为真的讲武德吗 抑或是芒果把他捧得太风光 让他忘记自己之前的酒精了吗 黄志烈1982年出生于韩国庆上北道 家境很一般 他第一次去首尔闯当时凑了好久 才凑到一千多块钱 这点钱他没花多久就所剩无几 对于当时的黄志烈而言 能在路边买上一碗炒面都是最大的奢侈 折腾了好几圈后 他才进了一家公司当练习生 最终在2007年 黄志烈正式出道 起初他凭借还不错的唱功 也算是小有成就 但在造型产业十分发达的韩国 最不缺的就是艺人 所以没过多久 他就为新人取代了 这样的酒禁在芒果台找上门后 瞬间迎刃而解 郭碧婷的老公或许是黄志烈这辈子 最感谢也最痛恨的人 没错就是那个同时录制了 我是歌手和霸哪儿的黄志烈 2016年落魄的韩国歌手黄志烈 被芒果台当城乡波波 请到了我是歌手的列台上 靠着这档节目黄志烈的人气身价其暴涨 实现了翻身浓奴把歌唱 于是在该年年底 他又以实习爸爸的身份 加盟了霸哪儿第四季 后来的黄志烈这样形容自己在中国的收入 他的助理还不忘在旁边得意洋洋的补充道 光看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 你就能想象当时的黄志烈有多风光了 但凡是有利就有弊也有不少人对黄志烈接受无能 至于原因跟很多人讨厌黄小明陈思成的理由差不多 黄志烈的比心以及他那明媚的笑容 被很多人吐槽说引起不适 那时的黄志烈没有想到他将来能摘掉油腻的标签 他更想不到摘掉标签的代价是被赶出节目组 2016年末黄志烈录制霸哪儿录到一半 突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退出了节目组 全而代之的是香港相家的太子爷相左 也就是郭碧婷现在的老公 而相左的出现让大家开始惦记起了黄志烈的好 最起码他对小朋友一直温声细语 很尊重孩子的意见 反观相左被细心的观众发现了好几次 用手怒指小孩的镜头 虽然可能是误会 但配上他那张杀气腾腾的脸 很容易引人怀疑 就这样在相左的衬托下 黄志烈的口碑奇迹般的扭转了 当时沉浸在节目中的观众忘了一句话 非我足累 齐心必毅 黄志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借钱捐款的韩国明星吗 2020年初早前阴吐槽中国空气水质差 而遭到抵制的韩国明星黄志烈 突然在微博发布了一则为我国疫情祈福的动态 但令人购病的是他还附带了一张捐款要求 号召粉丝把钱捐给他的公司 然后公司会通过韩国的情善机构 但以黄志烈的名义把钱捐给武汉 这等迷惑操作瞬间让吃瓜群众满头黑线 大家最无语的点在于黄志烈想给中国捐钱 为啥要在中国人用的微博上号召 难道是想向中国人借钱再捐给中国人吗 所以黄志烈的这条动态立马招致了一片骂声 就在这时有人发现了盲点 那就是黄志烈号召捐款的截止日期是2月10号 而他在微博上发布的号召捐款的动态也是2月10号 这也意味着他这份捐款号召书 大概率是之前发给韩国粉丝看的 只是现在才转发到微博上来 试想如果真向中国粉丝捐钱 那何必挑截止日期发出来 不过外界的反感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此时的黄志烈已经把自己的口碑作没了 黄志烈当年被芒果台捧得很高 导致他以及他的经济团队都有些飘飘然 在录制韩国的综艺节目时 他的尾巴都要翘到天上了 一向一次默认自己打败了节目里的所有中国歌手 一下说自己在中国很红 粉丝都倒把栅栏都挤坏了 一向又说自己出门还要带六个保镖随形 炫耀自己的成绩有错吗 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内鱼都喜欢谦虚的人 那鱼明星如果这么吹自己早就被朝上天了 其次黄志烈还吐槽过中国的水质和空气 这么一琢磨大家看不惯他也是情谊之中 好 好